好,各位同學,今次這段影片又到Reading to Learn的時間 透過接觸不同類型的現象,可能是疾病,或者在生物科上的觀察 究竟如何用生物科的原理,生物科的知識,去理解這件事 所以記住,在整個包裹著中,並不只背了所有東西就懂 背後也要懂得應用,我不是說背不重要,但想法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所以記住,透過不同的現象,如何套用學過的知識 今次我們先講第八課,有關於橡皮症 再看其他影片 今次的Elephantiasis 橡皮症在第八課那書我們會發現 今次的橡皮症,我們講的是循環系統 其實也牽涉了另一個題目,就是有關於傳染病 Elephantiasis 了 因為橡皮症本身看過名字,我的大笨象是Elephant 因為以前的人以為,橡皮症是大笨象所導致的 當然是錯了 因為我們之後就知道,原來橡皮症Elephantiasis 是由寄生蟲所導致的 再加上,它是由於牽涉了少許Elephantiasis 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提醒大家,他日我們學傳染病的時候 總有一件事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它怎麼傳染的 今次就是透過蚊去釘你的時候 將寄生蟲打進你身體裏面 這些就是寄生蟲的小蟲 一個情況 第二,除了傳染路徑之外 病徑也是很重要的 無論我們去研究的是inversus disease 傳染病 或是non-inversus disease 非傳染病 對於病徑我們都一定要做個理解 要不然我們都不會知道,這個人在患上這隻病 那個人在患上那隻病 這次,蟲子進入了一個人的身體 會去到我們的Nive Note 的琳巴結 變成成一隻成蟲 到頭來,我們的琳巴管 就會被我們那些小蟲 就會鎖掉了 通常是腳 除了腳,還有其他地方是有的 稍後我再給大家看幾張圖 到了後來,Tissue Fluid 就會accuminated,積聚在我們這次的腳 就會導致那個地方腫脹了 有水腫的情況出現 不過也腫得很交關 對不對 當然,這裡我們說的就是 如何傳染 病徵 當然,我們學得病了 沒理由不學醫病 或者預防疾病 稍後我們看看題目 都會有相關的東西 然後 到這條文字 之前 給大家看多幾張圖 剛才說除了腳,有沒有其他地方 連兩塊臉都可以 因為始終我們也有臨巴管在附近 然後 去到我們的手指 有些可能都是腳 剛才是單腳,今次是雙腳 你看到那個質地 都好像大笨象腳 所以當初人們就以為是大笨象所導致 這又是另一個 症狀 程度不一 你看到腳,臉,甚至乎伸直系統都會有 我不介紹太多了 有興趣大家自己再找 說回上面的文字 就是說 如果那隻蟲 去了那個人的身體 導致它有脹皮症 有沒有機會再傳給其他人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它是一個傳染病 對不對 傳染病的時候 難道是人傳人 我摸一下他的手,摸一下他的腳是否傳給我,原來不是 在人的身體裡面 那隻成蟲 就會有很多幼蟲 幼蟲又會回到 我們的血流 當有另一隻蚊 去釘我們的時候 其實那些幼蟲就會隨著血 回到蚊裡面 然後蚊就可以 攜帶著這些幼蟲 回到另一個人身上 所以用這幅圖 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理解 但是本身 一隻蚊已經攜帶了幼蟲 釘了你 然後將幼蟲打進身體裡面 慢慢走到你的臨巴系統 變成成蟲 變成成蟲之後 產生了很多幼蟲 幼蟲之後又回到你的血流 又給另一隻蚊 或者同一隻 如果你這麼不幸 又釘你 又吸血 吸血的時候 又吸到幼蟲 又飛到另一個人 可以由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 但不是直接人傳人 是蚊釘了你 拿了幼蟲 再釘另一個人 這樣解釋 好了 回到題目 就叫你解釋一下 究竟 Block了Lim Vessel 如何導致腳 會腫脹 留意一下 看回題目 我最怕大家看到三分 剛剛見完這段文字 以為抄完這三句就算數 留意一下 綠色框框就是這一句 Eventually 成蟲就會Block了Lim Vessel 我就知道這一句 為何臨巴管被人阻塞了 就會導致腳腫了 腳腫了就是下面 Causing the leg to become extremely swollen 腫脹了 好了這兩句實在是題目 當然是不算分 那算分的在哪裡 當然是在這裏 解釋 為何腫脹了會導致 阻塞了臨巴管 會導致腫脹了 所以如果要看這一句 實在是算分的 Tissue fluid Therefore Acuminous in the legs OK 在腳上積聚了 頂峻都是一分 但這裏是三分 所以留意一下 我們始終 Reading to learn 是給你一個 情境 讓你去知道 一個心物現象 但我們不是在做英文的comprehension 不是在裏面 直接找答案 你要用心物科知識 所以 阻塞了的臨巴管 腫脹了的腫脹中間這三句 才是你要寫的邏輯 OK OK 這句 膽脫了 給了你的 Tissue fluid Accumulate in the legs 所以 腫脹了 邏輯是連貫的 問題就是 阻塞了的臨巴管 為何會導致 這個組織液的accumulate 就是透過我們書本 課堂上說的 第一 先想想 Lymph vessel 有甚麼用 L被複圖遮住了 Lymph vessel 有甚麼用 接著 斷了之後 斷了臨巴管 究竟會導致 Lymph 或者Tissue fluid 有沒有那麼容易回到 Circulation 回到血液循環 有甚麼影響 What is the effect 第二就是要你去比較一下 我在課堂上 要你們去考慮 Rage of Formation Rage of Removal Tissue fluid Formation 和 Removal 一個弄出來 一個移走 究竟的速度有甚麼轉變 導致有accumulate 所以這次的三分 其實是1 2 3 就不是這句綠色 然後這句 第三句 然後加一個殘色 這樣就變成英文的comprehension 你跟沒有讀過Bioid 沒有甚麼分別 OK 接著 去到第2條 第2條 就是有關於 講一下 兩個方法 去避免 這個脹皮症出現 Preventing Elephant Eases OK 有一樣要提到 Prevention是不同 Treatment 一個是預防 一個是治療 有很多同學 有時候會 撈亂了 我用一個簡單例子 去理解 就是 Chalera 霍亂 避免有霍亂的就是甚麼 洗手 吃東西之前洗手 因為你不知碰到甚麼 對不對 接著第2 煮熟食 這些是避免 導致有霍亂的 對不對 OK 到Treatment 醫治了 有一個人已經在病了 窩窩窩窩窩 吃藥 可能吃抗生素 殺了那些 窩窩窩窩窩窩窩 難道你說一個人又窩窩窩窩 誒 陳大文 你去洗手吧 洗手你就不會冒亂了 你是Prevention 我已經在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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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窩 所以你還在叫我洗手做甚麼 當然 你洗手也對 因為你避免傳給另一個人 但現在是說避免陳大文乃爺 所以在這裏就要講究竟 病人是怎樣導致受到那隻寄生蟲感染呢 其實原胸是哪一個呢?原胸應該不是我們的 只不然是蚊子 所以這次講Prevention的話 其實有關於那個概念應該是說 你如何避免蚊子釘到你 所以舉出兩個防止蚊子釘患的方式 防止蚊子釘患呢 除了這次之外,還有其他病症 也有機會是蚊子導致的 例如舌疾,也是有關於蚊子所傳染的 所以有些概念在這裏先知道了 例如什麼叫Prevention,什麼叫Treatment 兩者是有分別的 當然,第一條就跟我們循環系統有關 希望大家看完這段影片 可以盡理一點去知道 究竟原來要回答什麼 我們的邏輯思維要怎樣想 因為始終我們讀science 最重要是培養科學性邏輯思維的思考方法 拜拜